敬敬的最统修最后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姻缘 跟大家来见见面 来分享互相鼓励 如何能够 把这句阿弥陀佛 落实在生活 处事 爱人就 这样我们念佛 对这句名号 才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 不但能够帮助自己 也能够帮助别人 希望如果 我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多多批评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互相学习 经过学习 我们能够 天天能够增长 过去很多人 时常 问一些问题 那比方说 有人问 师父我们 最大的目标 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大家要搞清楚的阿弥陀佛 不然的话我们就白念了 念了几十年 都是一样 有没有改善 有没有进步 你看我们大家都认识了十几年了 我们有没有 天天的 进步呢 这个大家很清楚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怎么解答 当然呢 我们念佛 最大的方向目标 就是要清津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 每个人就是有这种的愿望 清津阿弥陀佛 然后呢 这一生 发愿求生净土 特别现在这个环境 真的很麻烦 你看过去我们 常听说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难道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有种种的灾难 天天的 增长 天天的严重 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去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那我们今天念佛 只是跟阿弥陀佛 结个缘 但是关键 首先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愿望 那首先我们念佛 最关键的是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 我们首先念佛 最关键就是什么 简单来讲 我们念佛就是叫你放下 没有别的 比方说 你想要得生净土 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嗜好的流念 我们没办法往生净土 这一般来讲 我们要过一些幸福 快乐 人生 你要从哪里开始 从放下 放下一般来讲 就叫你舍 舍得舍 那放下什么呢 首先必须要把你的喜气放下 无善的念头 无善的原因 不善的行为 造作 或者克服 对于内心的欲望 克服对于内心的称慧 愚痴 傲慢 对于人的激怒 批评 或者对外面的一些 自私 自私 自利 明文 利养 或者克服一些 对外面的五一六成 种种种的这些不善的行为 你能够真正的去放下 那个才是真正念佛的人 如果今天你念佛 对于你的内心的欲望 对于你的称慧心 供高我们 基督 或者种种的 无善的念头 那你不是真正念佛的人 你能够放下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你的清净心 清净心出现了 你的身体就健康 心健康 你的身体当然健康 你身体健康 你当然长寿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切为先造 依报学者正报转 所以一个人要求健康 很简单 先把心修清净 放下 该放下的 如果你没有从这边下手 你怎么念佛 你就是这样的 你不会进步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念佛 要从哪里开始 从你那些不善的行为 你那些毛病 慢慢地把它克服 摆上过来 那个才是真正的念佛 不然的话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 修点福报而已 你说对不对呢 因为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而且这个毛病会变成我们的障碍 将来往生西方净土 会变成我们最大的魔障 你看哪一些人往生西方净土 发脾气的 没有的 都没有的 是清清 那个心清净 自自在在离开的 欢欢喜喜离开的 没有一个人往生西方净土 无论世界起烦恼 忧虑恐惧害怕的 没有 心非常踏实 简单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最大的目标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要往生西方 但是最大的主要性的 首先必须要从你自己开始 从你的那些不善的 一些毛病种种 你把它改善过来 那个才是真正 我们才是念佛的人 这样我们首先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在这个世上 比任何人更健康 比任何人更幸福 比任何人更长寿 而这个长寿 不带来麻烦 你时间到了 随着自己的心愿 你想要留就留 你想要走就走 这个才是真正念佛的 所以我过去 有没有跟大家常常也讲一个故事 那个过去就是有一位法师 有一位出家人 名叫做修武法师 修行的修 无常的武 修武法师 大家认识吧 人家修武法师 他不认识次啊 出家在寺庙里面就做什么 做苦工 人家不愿意做的 他就去做 比方说洗厕所 挑水啊 砍柴啊 做一些人家不愿意做酒 他呢 欢欢喜喜喜做 以事无求 以人无争 而且在日常生活里面 常遇到人家批评他 骂他 侮辱他 甚至于打他 他只有一个 就是笑眯眯的 不在意也不在 而且 遇到这样的人 他回头过来跟他 合掌 顶礼 感谢他 他有人问他 人家用这种的心态 态度对待你 你为什么没有跟他 评评理呢 修武法师怎么说 如果还跟他计较这一些 那我是不是念佛的人 我最大的目标念佛 就是这个地方 我最大的目标 无论谁 那一个人 对我怎么样 我不在乎 我最在乎的 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净土 那个才是关键 修武法师是这样想的 所以任何人 每一件事情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他从来不在乎这一些的 他都是欢欢喜喜的 他心真的放下了 因为他的最在乎的 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想到他真的成就了 他真的成就 欲知词是往生西方 在海尔滨极乐世 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有人问他 你是怎么念佛的 我告诉你 他说 我的身体的细胞 都是阿弥陀佛 我每一根寒毛 都是阿弥陀佛 我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一切万物 外面的声音 六根接触六成 都是这句阿弥陀佛 你看 哈罗伦家是怎么念的 就是用这种心态来念阿弥陀佛 哪一个人都不会成就的 各个都能够成就 就是这个秘句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走到哪里 处世带人觉悟 你要把这句阿弥陀佛 应用 不要白念 应用 好好应用它 因为这句名号 太方便 容易 简单 你也不用去背 顺口你就念出来 很简单 四字 阿弥陀佛 连小孩都能够做得到 你说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会念跟不会念的人 不一样 会念佛的人 每一天 以这句名号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 以这句名号 怎么样来改过自己的过失 以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怎么样来改自己的毛病 人非圣选吗 哪一个人在这个世上 只要你还是反复 你都会有放过失的那一天 那放过失 你能不能改过 如果你能够改过 你能够改善 你才是我们真的是念佛一个人 这么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们都没办法去透彻了解 那我们今天念佛还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这个做一个简单来给大家鼓励 有人问我就是这个道理 我没有直接跟他讲说 你念佛赶快到西方吉日的世界 人家听到你这句话 他马上跟你说 哎呦 他叫我到西方吉日 等于叫我去死 谁敢来念佛 你说呢 我们知道很清楚啊 我们每个人念佛的人都很明白 释迦摩尼佛以十方诸佛如人 他老人家劝导我们 要往生西方吉日的世界 是因为苦口活性 看到了解事实的真相 但是有一些人没办法 因为梅根的根性不一样 我今天我跟老蔡讲 你这一生你一定要发要往生西方吉日的世界 他听得懂 他意思好华语都没有 因为他了解 但是如果你对一般的根性的讲 我念佛为了什么 为了要往生西方吉日的世界 他不敢念了 所以要看根性 有一些根性不同 你要用善巧方便 所以你看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49年 到最后他还是把镜头介绍给你 只是有一些晚讲早讲而已 所以今天我再借这个音缘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奥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对于这个深信净土 深信念佛 深信阿弥陀佛 分为七大列 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二信佛愿 佛是指阿弥陀佛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在这个地方我再做一个重复提醒 这个佛是指阿弥陀佛 愿是48元 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时候 曾经发这个48元 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 奥伊大师要强调这一个呢 因为在48元里面 每一元都是饶着 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中心 所以48元里面都是饶着 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中心 那阿弥陀佛一展开 就是整个虚空发现一切万华 所以不仅仅48元 连释迦牟陀佛讲经说法49年 都是饶着这句名号 今天会跟大家讲这个道理 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净土 已经很过深度去了解了 不仅仅是释迦牟陀佛讲经说法49年 整个虚空发界 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都是饶着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换句话说 一句阿弥陀佛一展开 就是整个虚空发界 一切万华 同归 回到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为什么 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桩 第二就是为我们说明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是说如同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就是告诉我们说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就如同像什么 一条大船 他能够运载一切万物 见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 只要对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深信 对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能够深信 都能够帮助我们 抵达彼岸 换句话说 能够运载一切万物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 无论你这一生造了多少的业 只要你能够相信有四十八愿 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信真的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都能够帮助我们运载 把我们所有的过去生中 所造的种种的这些不善的业 只要你能够相信这一条船 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就能够到达彼岸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上上根也好 下下根也好 只要你相信 他能够帮助你到达彼岸的 所以欧益大师在下面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无论一切众生 你有什么样的根性 念佛法门都能够包容 实起成就 这个实起成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帮助你能够成佛 帮助你能够了生死出三界 只要你相信念佛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上根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那比方说 文书是立佛萨上上根的古贤文书 或者一些法身大事的这些身份 无论哪一个身份 等绝佛萨也好 都能够得度 都有份 甚至于下下根 或者下至五逆十恶的 已经要剁在五间地义 阿比地义的用身 都有份 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特色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 只要你不怀疑 不夹早 不间断 你相信 真的阿弥陀佛有方法帮助我们 所以大家很清楚 为什么文书普贤到位极乐 有方法呀 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特色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像净土这么特色给法门 其他的法门是没办法的 其他的法门是看什么样的根性 你才能够得度 比方说我们看下面 佛讲今说法 四十九年 一般的经典度众生 又看众生的根源 因为他的对象不等 不等就是说 他的根性不一样 比如说华言 法华 华言法华是对上上根之人 你没有上上根的 你是没办法去学习的 你是没办法 比如我们再看 佛在阿含经里面 阿含经的对象 是中下根性的 而上上根性的人 是不契机的 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我们今天是小学 你要上那个博士班的课 有可能吗 是不可能 你请那些博士班的课程 的水准来上我们小学的课程 那上不了啊 但是这个净土法门怪啊 非常难得 难得在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 唯独净土 三根仆贝 绝大云荣 所以偶艺大师 劝导我们 你要深信佛愿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只要你符合净土里面 最好的一些条件 就是你能够相信 你怯约 你不怀疑 人人都能够成就啊 所以 这个是简单 从一个浅的角度来看 深的角度 我们就不用去讲它了 所以我们 对四十八愿 有没有丝毫的怀疑 我们是不是真的 深信了没有 对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真的深信吗 如果你真信的话 你早就到西方祭乐世界去 你还在六道轮回 这个是讲到 我们从深度来看 如果你真的 对于阿弥陀佛 对于释迦牟尼佛 对于过去 我们可能有闻到佛法 如果你真相信的话 我们早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不会再六道轮回 受苦受难 今生得人生 将来能不能得人生 也不一定 看个人的福报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要明白 所以欧益大师 在这个信佛愿里面 第三个又为我们强调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第三啊 这个欧益大师 教我们要深信什么 要信佛土 佛土是指的 实实在在 你要深信 有阿弥陀佛 实实在在 你要深信 有西方极的世界 而在西方极的世界 今阿弥陀佛 现在说法度众生 那欧益大师 为什么要我们强调这一个呢 如果你从这一段来看 大家有没有去思维 为什么欧益大师 要强调这一点 其实啊 道理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要去了解 西方极的世界之乐 而说佛世界之苦 教我们去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你能够了解 这个道理的话呢 你今天念佛啊 那种对于西方极的世界 那种求生净土 那个心态啊 力道 就非常 所以尊敬的 过去 我们看到 因敬佛大师 为什么 常常劝导我们 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西方极的世界之乐 而说佛世界之苦 搞清楚 搞了解 明白了 惯俩 惯修 就惯了去 今天我们有没有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会看得到 我们就会看得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在弥陀经 我们看下面 在阿弥陀经当中 看下面 对 释迦牟尼佛 一开始 就告诉长老圣利弗 怎么说呢 你看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图 有世界明月极乐 其图有佛 后阿弥陀经 现在说法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一生讲了四十九年 从来没有讲过到这种的程度 你看连续为我们讲了两个有字 而且在这一部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也连续的四次都劝导我们 苦口婆心 让我们末法这个时代 能够更加肯定 为我们更加肯定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 最主要有三件事要来提醒我们 我们来看 下面的那一章 特别是在以末法众生 这个法若 谋强 所以第一个的就是要告诉我们 有世界明月极乐 下面的那一章 有世界明月极乐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是讲依报庄严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 为大家来宣讲这一部五量寿经 因为五量寿经都是说明极乐世界的 医保庄严 为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庄严 劝导我们 你这一生你必须要发生 你一定要发愿 求生净土 所以在为我们说明观五量寿佛经 观五量寿佛经最主要是为我们讲理论 讲方法 要如何来念佛 要怎么样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才能够打到 释迦牟尼佛以死方诸佛如来的 而所愿望的 那极乐世界一报庄严 我们就不用去解释 大家去看看五量寿经 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如何了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你对五量寿经不熟 你就对阿弥陀佛不熟了 你想要了解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首先你要去了解这一部无量寿经 你没有去了解它 你是没办法了解这句名号的功德 不可置疑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强调什么呢 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 有一个世界叫做什么呢 叫做极乐 就是让我们要去注意 佛讲这一个有字 是非常肯定 让我们丝毫怀疑和不神 谁来为我们肯定 释迦牟尼佛啊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来为我们肯定 连死方一切诸佛如来都站出来了 来为我们肯定 说真的有西方极乐的事情 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再呼吸乱想 你听话就对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麻烦都是这件事 不听话 你不听话也没办法呀 释迦牟尼佛已经苦口婆心告诉你有 你拼命跟他说没有 释迦牟尼佛已经有西方极乐的世界 有阿弥陀佛 你拼命跟他说你在哪里啊 我都没有看得到啊 释迦牟尼佛已经拼命告诉我们 过十万亿佛土 你看哦 过十万亿佛土哦 有这个世界 你看现在科学家将近一百年了 发现了这些星球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 现在科学家一步一步的为佛陀证明了 最后啊 科学家跟你说 不同在一个空间 确实真的有一个世界 你将来会看得到的 但是信任的人没办法呀 毛病太多了 跟你说有 你说拼拼说没有 跟你说没有 你拼拼说 哎 有啊 就是这样 常常把这个真当作假 假当作真的 所以我有一个好处啊 老师怎么说 哎 我意思好 华语都没有 哎 我相信 真的我相信 最尊敬的 最统修道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明白 好 那不简简 那我们看到第二 那看第二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第二是不是为我们说明啊 是歧途有佛 好阿弥陀 是讲什么呢 震宝 庄园 西方极乐世界的震宝 跟我们这个说佛世界的震宝 区别太大了 我们现在很多在这个世界的人 失去了依靠 所以内心不断的去照应 随着自己的欲望 随着自己的自私自利 你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震宝 西方极乐世界的震宝 是什么 诸善善人 居为一处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遇到的 所看到的 他的心 都是善良 你今天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你带业 带你的喜气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喜气是起不了作用的 因为没有那个缘 心都是善的 每一天 不断的都在修行 先进的 而我们这个搜佛世界 每一天都是落后 天天都是落后 为什么落后 就是讲 说明不断的堕落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 又为我们说明 有两个有志 让我们更加来肯定 真的不容易 从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 真的苦口不寻 真的苦口不寻 用心良苦 想尽办法 种种的善求方便 来让我们了解 让我们要去深信 让我们要真正要发愿 你要相信 你要有一个依靠 你这样念佛 那你就不得了了 这个是讲到第二 然后讲第三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做什么 我们看下面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告诉我们 今现在说法 就是说明事业成就 什么叫事业成就 事业成就就是说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天能够闻到 阿弥陀佛 闻到十方诸佛 来为你讲经说法 这个就是事业成就 我们在这个世间 你要等一尊佛出现 在这个世间 很难 一出现 像释迦牟尼佛 时间才几年 讲经说法49年 讲完了就离开了 寿命80岁 这么短的时间 那等下一尊佛 出现在这个世间 要等多久 57亿600万年 还这么长的时间 一尊佛才能够出现 但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天都能够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不仅仅是阿弥陀佛 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法门叫做什么法门 和佛辅沙 一起的法门 这个就是事业成就 不是我们一般世间讲的事业 不是的 这个事业成就就是说 你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一年365天 天天都是跟死方一切诸佛如来在一起 阿弥陀佛天天为你说法 用话 种种的方法 来为你说法 我们在这个受佛世界太难 不要受一尊佛 连等一尊阿罗汉 一到一尊阿罗汉都很难 所以为什么西方解乐世界的事业很快成就 因为 他的福会双修 修得太快了 福最大的供养 都是供养诸佛 供养佛 这个福报是最大的 你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 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佛讲四月的庄园 以十方诸佛国土的差别 都是不一样 而最重要的 在西方极的世界那个环境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经 有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为我们说明 说明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请合照 比佛无量无边 声闻弟子 皆是阿罗汉 非是算数知能所知 诸菩萨以弗如是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 是什么用意呢 你们看到这段经文 有没有感触到什么样的意思呢 说明西方极的世界 往生生到西方极的世界的 都是这些声闻 都是解释大阿罗汉的 就是这些大菩萨的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四加摩尼佛一千两百五十年 两千五百年前 四加摩尼佛的藏水地址 一千两百五十个人而已 几千个人而已 几万个人而已 但是阿弥陀佛的地址 那就不一样 是无量五边 没办法去计算的 而且都是阿罗汉 都是大阿罗汉 都是这些大菩萨 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谭卵大师是怎么说的 下面的那一章 谭卵大师说 统一念佛 无别道顾 圆通乎法 戒之内 皆为兄弟也 什么叫兄弟 兄弟指这是护法 谁来护你的法 诸佛福萨来护你的法 换句话说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讲这段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 你念佛 我们念佛的人 你不是一个人 你今天在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后 你不是一个人 当你用你的虔诚心的 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后 当你开始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后 谁是你的兄弟啊 谁来护法 诸佛福萨 这些诸佛福萨都是你的兄弟啊 是你的老大哥 是你的哥哥 我们是完备的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寂寞的 我们永远不会孤独的 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感应到家都是死方诸佛福萨 所以谭伦大师为我们讲这句话 就是来鼓励我们 你不会孤独 你不会永远一个人 你说呢 这句名号不得了耶 你不要以为 哎呀我一个人念佛 我孤独很无聊 哪里孤独无聊 你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等于跟死方一切诸佛在念在一起了 因为他们来护你的法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陀佛把这段经文来为我们说明 就是告诉我们 你念佛 你修这个法门 等于跟合伙菩萨一起的法门 所以你要信心 你不是一个人 这些大菩萨 都是陪着你 饶着你 跟你一起在念佛 如果你明白我讲的这句话 那就不得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在报恩论里面 在报恩论里面 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时有其地 阿弥陀佛 其有 时有其人 那说明真的有 有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有阿弥陀佛 所以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 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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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根福的因缘 得身比过 你不能缺乏这个 那什么叫做 上根福的因缘 上根是指着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坚定的信心 对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没有示好怀疑 坚定有怨心 这一生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求生净土 这个叫做我们所讲的上根 你有这个上根吗 有没有 你只有一个愿望 我这个愿望没有别的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我要抵达彼岸 我要勤见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你的最大的上根 我们刚才博士讲 不能 少上根福的因缘 那我们讲福德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 医到一个好的善知识 好的老师 统参道友 能做到发福体心 一向专念 这个就是真正的福德 你的福体心 有没有发出来 什么叫福体心 我这一生 除了求生西方的世界 其他我不要求 这个就是你的福体心 那个心 亲近阿弥陀佛 那个心从来不见得 是好坏也我都没有 那个就是你的福德 那因缘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善知识 真正的善知识 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 今天我们已经闻到了 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 今天我们也能够学到了 这个就是你最大的因缘 而这个最大的因缘 你没有好好珍惜 你要等到 下一生的因缘 才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才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又来学习 那这个真的 不是真正的因缘 真的因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因缘 所以道理啊 讲来讲去容易 但是关键还是你自己 因为修行 都是在个人 不是在个人 就是在关键在你自己 能不能成就 关键不在于别人 偶尔大师下面又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其他的要求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个人生真的很短 你不念佛 你还能够做什么呢 你说呢 这个灾难啊 这个环境真的很多麻烦 你看那个 那个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常常提醒我们 讲了四个字 释迦牟尼佛在世 常讲四个字 他说啊 快快觉悟吧 只有觉悟的人 才能够真正 将来超越六道 如果我们没办法觉悟啊 那觉悟又从哪里来 刚才已经讲过了 从放下 放下是一个手段 放下是一个方法 怎么放下呢 应光大师的秘诀很好 应光大师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把生死 使的这一个字 就是说 你今天你的寿命 今天的一天 就是我寿命的一天 那这一天我要做什么 老实念佛 哪一件事 还放不下吗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应光大师这一句话 是很深度的 你要很大的去体会 为什么应光大师 要我们来讲这个字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的生活 非常的自在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最主要的老实念佛 将来我们同生极乐国 最主要的 你要从哪里开始 从你的身上 你身上有哪些毛病 你从这个毛病下手 慢慢的克服 慢慢的改过 慢慢把它改上过来 那你这一句名号就成功 这个就是简单 对大家来批评 来提醒 那我们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老实念佛 同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